子玲开麦 今天在节目这边呢 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 正修科技大学举办了 卡拉峰庄园农特产品行销推广活动 而且呢在去年的计划 他们有拍成为电影 也荣获了2020年大学社会责任为电影奖 今天在节目这边呢 我们就来邀请到了包括有 正修科技大学体育室的装文点主任 还有休闲与运动管理系的 李农渊主任 还有百万小江会歌手潘佩丽 他也是正修的校友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三位来宾 来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就请三位呢 跟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候一下咯 大家好 好那我们首先就是要来介绍一下 正修科大结合教育部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整合偏乡农特产行销管道 创设了卡拉峰庄园品牌 从产品开发设计生产通路一气呵成 整个过程呢也拍成了唯电影 荣获2020年大学社会责任唯电影奖 那这个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的感人 是不是就请那个专闻典主任呢 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计划 在核心上本身他的用意就是希望让偏乡的青年能够返乡 然后工作活化社区 然后在维定这个部分呢 一开始我们就以青年的返乡的一个主题 那作为中心的一个烦恼 然后在实行计划的在四年之间呢 其实我们在认识了也蛮多的几位桃源期的一些 复兴里的一个青年 那对于返乡的工作是有概念 也有他的想法 那也跟着他们提及说 要拍围电影这个想法 然后让他们对于这个大家听听他们的一些故事 就是说让他们知道一下说 他们在这个部分他们想要发挥什么 那他们的想法 然后还有他们想为家乡一直想做的一些事情 那在影片开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桃源期燕景 他的一个壮丽三可 那也可以感受到桃源山区的一个 鸟语发乡的一个现实太平 那在社会静好 故事中的一个青年 都是桃源期产销班 以及合作社的一些青年农夫 那最常遇到的状况 就是以长辈的一些观念上不同 青年返乡跟长辈的观念不同 尤其是刚从市区都市里边回来的那一阵子 其实在现在的一个 到现在 到现在他们还是很多的做法 也有一些跟长辈有一些争执 就是说在概念上可能比较有代沟的部分 那所以在取得长辈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我们在影片里边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 我们在为他们做一些爱意的一些生产的特性 包括种植 包括采收方法 那特别一提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高雄天池路 天池这个路段 它已经开通了 那我们在桃園 往天池这一段路上 因为没有大型的休息站 那所以我们就协助这个社区要做一个爱意故事馆 那可以在往山上的这一段路上 也可以这个简单的一个休息 那也可以把资源留在当地 那把这个计划想做的 而以这个概念方向来排成一个围电影 那也真的很荣幸的 我们获得了这个奖势 因为教育部在EVSR计划里边 就是社会者在里边 他们实行单位 他们有一个主题 就是要在地 要国际 就是发 整个是跳跃到国际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获得的一个最佳摄影奖 但是这一个我们刚刚主持人给我们所提到的 我们要给各位了解的这个部分 谢谢 是是是 就是我们教育部呢 有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计划 那真修科大呢 协助桃园区 我在这样听 就是你们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把当地这个农特产品 因为可能会因为交通啊等等 天后的关系 然后帮他们能够去跟这个都市 或者说这个市场去做结合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 我们游客如果到桃园 他们当地农特产品 也可以在当地就是让更多的游客对他们是有这个产生连结跟感情 好就当地带动经济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请李龙渊主任呢也跟大家来谈一谈那今年度推广计划会怎么样来进行呢 好的 其实今年计划已经进入了第四年 那前面三年我们大概在做的主要一个主轴大概就是以卡拉峰庄园这个品牌来推销桃园地区 所以我们在前三年大概做的就是提升桃园地区的这些能见度 从农特产的能见度然后让民众更了解桃园地区有什么农特产品啊有哪些的游戏资源好那呃我们过去大概在呃连池潭物产馆好在新爵江的这个家圆明假日事件好我们都有摆过摊好然后来让民众体验这个喜爱玉好那一般我们大概吃爱玉我们不会去了解说爱玉在生长过程中好有一些什么天后的因素啊好然后我们呃看到 都是爱玉籽我们没有看到过爱玉的果实所以民众透过这个体验的过程第一个可以知道说爱玉在洗的过程中是需要一些力道的控制好所以这个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好那第二个部分刚刚呃庄主任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天池路段的开放好那在去年开放之后整个呃呃观光客回流到我们桃园地区好那这个部分大概就是说呃当地的青年青年朋友们他们 他们大概有有就是有有体会到说整个观光客回来了他们有一个构想就是爱玉体爱玉故事馆这个这个这个构想好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其实也结合学校的师生好我们去会利用桃园地区的这个油气资源我们去参与了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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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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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的課程 讓民眾認識這些毒物 跟這些農藥的危害 也鼓勵他們把這些農特產 送到我們學校來做免費的檢驗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計畫的主軸之一 就是可以為民眾來做 食品安全的把關 今年在5月15號 我們大概會在小港的大魯閣 草芽道 我們也會有一個市集 這個部分 但即使我們今年有一些比較創新的做法 我們邀請桃園部落這些教會的詩歌班 來做宣導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學生的部分 我們正修科大的圓民社會帶來圓民的舞蹈 圓民的舞蹈 再過來我們有邀請到了 巴西瓦里這個音樂大傘得主 杜彥鵬來做演唱 其實這個也是透過我們的這些農民 或者是說我們這些圓民社的朋友們 好來推廣我們這個桃園地區的這個 增加我們的能見度 是 好那整體的這個行銷規劃 我們剛剛也聽到李同源主任的介紹 那麼現在在桃園山上 這個計畫推行的怎麼樣了 到了什麼樣的階段 還有當地像桃園的農民 還有來的遊客 他們反應如何呢 好那這個部分剛剛在前面我們有提到 就是去年在執行的後半段的時候 那個當地的這些年輕朋友們 有跟我們提到這個愛玉故事館的構想 所以我們在去年的下半年 其實已經開始進行這個愛玉故事館的一個規劃 好那也藉由那個微電影的拍攝 去把這個整個愛玉故事館的過程 做一個簡單的描述 好那今年我們的進度 其實大概就是往這個軟硬體的設備 在這個部分來做一些精進 好那在剛剛主任有提到 我們天池到桃園這個路段 其實這個愛玉故事館 大概有幾個詛咒 我們大概就是以休憩戰的概念來設置 那其實裡面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展受農特產的 就是讓民眾認識桃園地區農特產的這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以油氣 油氣中心的這種概念 好提供這些當地 或者是說在我們到桃園做旅遊的這些民眾 有一個油氣資源的諮詢中心 那第三個部分其實是我們計畫的主軸 就是我們要由師生 跟當地民眾來做一些互動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手作的研習課程 或者是一些體驗課程 我們會在這個手作的小學堂裡面去做體驗 那從當地的這些資源來認識桃園 對 嗯是 所以這軟硬體都要進來喔 那我有兩個問題 就是剛說得獎熱威電影的影片 我們在YouTube上看得到嗎 還是 可以 可以搜尋 好是是是 然後另外就是這一個 嗯 愛玉故事館喔 我這邊好像有聽到消息說 光是要去把它蓋起來就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桃園很遠 有時候你們要請很多的專家師傅上山去 處理這個建造的過程 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對不對 對 遇到一些困難 其實這個部分 不像在失去這麼簡單 這個部分大概就是 那些年輕的朋友們 其實他們其實還蠻熱心 蠻熱痛這個部分 他們很期待這個愛玉故事館的成立 所以他們也會從其他部分的資源來 來就是來協助 第二個就是我們區長的部分 區長也其實蠻支持這個部分 對然後在故事館的所在地 就是副心理 副心理的里長 他其實對這個 這個愛玉故事館其實也蠻支持的 所以很多個方面來做支持 好那我們藉由這個USR的部分 來就是來譽助 那就是年輕朋友可能 他們在之前已經有構想 那剛好我們今年USR 進到這個複心理的部分 他們說這個時間已經到 資源大家都整合起來了 好那接下來就是要請歌手 佩莉呢也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因為佩莉有參加 幾場卡拉峰莊園市集的 農特產推廣活動 那正在說你是校友的這個身份 來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你從旁的這個觀察跟體會好嗎 首先很開心可以擔任桃園計畫大使 一起來參與這個農特產品推廣活動 那前幾年聽莊主任說 要成立愛玉故事館 哇那經過多年努力 現在真的成真了 然後也預計在年底開幕 那上一場我在那個月城 月城廣場有喜愛玉活動 現場真的非常熱鬧 人潮滿滿 我在5月15號自己 我也會在草窑大活動出席 希望也能夠見到 哇這麼熱鬧的場面 滿滿人潮這樣 好那在最後這邊呢 也要來提醒一下聽眾朋友 就是5月15號的卡拉峰莊園農特產品 行銷推廣活動 這個時間啊地點啊 還有現場有哪一些的規劃 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呢 好啊在這裡先向各位聽眾朋友啊 報告一個好消息 那我們即將在5月15號禮拜六下午3點 在小港的大魯閣 小牙道的一個晴光之秋 我們會一起辦一場龍突城啊 這個行銷的一個活動 那當天呢 有一些啊表演性的一個活動 啊還有免費的喜愛玉 嚴明的串之所作 那給觀眾這一個體驗的 歡迎大家來參與 謝謝大家 是今天呢 我們來邀請到了鎮修科技大學 體育室的莊文典主任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的李農淵主任 還有鎮修校友 我們的歌手潘佩莉呢 一起在節目中來分享 那也邀請大家呢 5月15號可以一起到我們的 大魯閣草芽道晴光之秋 來參加卡拉峰莊園農特產品行銷推廣活動 今天就謝謝我們三位來賓的分享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